人與大自然息息相關 新世代有不少人實行環保綠色生活 今期個案是一間成立在2014年的特色集貨店 以綠色、環保及健康作為經營理念 以社會企業的模式運行 主要的業務包括銷售有機食品、公平貿易產品、 環保產品及營養新派素食 整間店有200多種產品 希望向社會大眾分享可靠的健康資訊 宣揚綠色健康生活的文化 澳門想找一些沒有添加、有機食品是很難的 剛好機緣巧合找到一個拍檔 我們倆開始想把環保理念、健康生活理念 推廣給更多人認識 所以我們店主要賣的有機產品、素食產品、公平貿易食品及環保產品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說 現在愈來愈多店舖以環保、健康、有機等產品作招來 由新店鋪開業意味著市場會擴大 同時競爭亦會開始激烈 今期個案的店鋪在14年已開業 有一定經驗亦磨索到客人的需求 在經營上店主認為優勢是全面性強 但要如何發揮好全面性就需要好好把握 亦需要將產品全面性的概念帶給消費者 因為現金消費者一般都比較懶 而且每天接觸到的訊息量非常多 如果只是告訴消費者 店舖甚麼都有反而很難吸引消費者 其實很多有機產品的標準都不一樣 最後我們選了歐盟認證的有機產品 所以大部份的產品都是歐洲空運過來的 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說 今期個案商鋪位於著仔園街市隔離 經營位置位於內街不是當街 人流一定比街鋪少 建議可以透過現有的客戶轉嫁 而給予折舊來增加新客源 亦可不定期做促銷活動來刺激銷售額 再透過媒體和社交平台宣傳公司的產品 來增加公司的曝光率 亦可與銀行合作 透過銀行龐大的客戶網絡 令到更多人認識公司的產品 來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所以有穩定的客源 公司才能夠持續發展 四年以來我們的經營 都是按著客戶的需求 去增加或添加產品 例如泥物、小米、有機米、糖、鹽等 很多人用過後會一直貼著用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管理與市場學教授劉丁紀博士認為 要先明確定位才能增加營收和銷售 從市場營銷學的角度來看 目前主要的目標消費者 以本地關注健康的長者和媽媽為主 訴求雖然明確 但範圍比較廣 健康概念人人關注 但必須進一步聚焦 明確定位才能增加顧客和營收的關鍵 另一方面 可以拓展商業市場和機構團體用戶 向政府部門或社團機構 推廣健康環保生活產品是合理的方向 例如直接與社團、企業或政府合作 推出興趣班 又或推出優惠團購方案 用自然優惠的方式打入市場 之後必然有機會拓展到其他機構客員 我們最近開始在香港的一個有機農場 引入一些有機蔬菜進來澳門 我們希望可以多些人 接觸到新鮮的有機食品 可以慢慢改變人家對有機貴的理念 另外想做多些推廣和教育的工作 讓他們可以認識到 有機生活其實也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謝謝你 還借助新鮮的地道 挑 刺老